這場比賽的雙方是各拿一勝 這場比賽是由我楊真典以及球瓶陳子軒老師 以同為各位擔任轉播的工作 球瓶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的 那麼畫面上呈現的是 所有手隊在這場比賽所安排的先發打續 那其中呢 轉播單位特別標註出來的 就是今天打第七棒的中華野手Michael Saunders 他在今年球技對到基因隊的時候呢 打擊率是三成三三 有四隻的拳打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選舉 但是他今天要碰到的投手 是來自我們台灣的陳偉銀 陳偉銀今年球技在主場的表現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優異 有防禦率2.36而已 每局配上演員則是1.13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表現 對 也不知道為什麼 陳偉銀今年呢 在主場出賽的場次 是他在客場出賽場次的一半而已 不過他在主場的確有很優異的一個成績 不過今天西雅圖水手隊的棒子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熱 前兩場兩隊的系列賽裡面 總共出現了12隻拳打 其中有7隻是水手隊打出來的 而且水手隊前兩場都非常穩定的表的趴粉 所以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協助在今年喔 在大股主場他們打線之後呢 確實已經收到了不錯的效果 對 只是 這個拳打急增也不止 是因為他們把拳打的槍向前 可以摸一下 嗯 而且他們呢 雖然昨天獲勝之後 才終止他們自己的4連半 然後對擊8場 對擊8場一出了6場 不過問題不在他們的不打 而是在他們的頭手 他們的頭手被捧襪對一隻貓的亂七八糟 呵呵 這可能 做得多蠻耐局的評價評價 呵呵 他的主角還是正好在前一場比賽 陳偉銀在前一場比賽 他是投了119球 在美國時間7月30號 面對太空人隊的那場比賽 我投了119球 所以他到了美國之後喔 運動球數最多的一場比賽 對 感覺連續兩場喔 從黃家隊的那場比賽 然後上個禮拜天 太空人隊那場比賽 感覺Shawater都是不斷在挑戰陳偉銀的一個極限 對 我們都覺得 該換了該換了 可是Shawater都沒有把它換下來 那當然對黃家隊的那場比賽 是讓他多頭的一個人次喔 碰到了Eric Hosmer 擔場兩轟 但是前一場比賽證明是一個 可以接受的一個結果 只是說119球啦 那通常 以美國之棒的標準來說 是不會讓西方阿托手 超過110球的 哈哈哈哈 誰規定呢 通常 是 你的頭一修4吧 那你如果說頭一修5修6 譬如說在日本 在台灣的話 那這個標準 可以放到120球的嗎 那 110球一定很不人心 還是放到110球 Ramiba 在比賽的一開始 競賽的絕對哈里 就展現了他相當紮實的手臂 我們來在台灣的對象 現在